今天是10月26日 奇緣教室每日策略的題目是 港股高手多跌380,認市正 昨天是值得大家記住的日子 最高指升到17,465點 175也未到何類176的孔 上證也只是升到2993,3K還微轄 但港股收17,085點 看起來是上升了93點 不足8點 但實質是大跌380點 17465-17085 迎接施政報告 港股的殘禍費大家昨天可見一本 不知昨天開388淡倉即日活離 收市當然開心 但晚間看完hello evening 幾乎不敢見人 廣告是高手運載的地方 Mr.Market 非常值得學習 後天週六策略堂MS 本人會具體解釋市場先生 本人的題文非常實用 本人有細心準備 值得大家參與 美國明顯回落 但ADR企韻 23點 報17109點 夜期宣傳高水報17142 結算因素 波幅回收集 指導 講述 報175-1 突然 同時 報175-1 記錄 報175-2 報171-3 記錄 報176-4 記錄 報175-4 記錄 報176-4